咱们就最佳第六人 就让他这样打 就让他这样打 最佳第六人 对 三分围不断地换人 但比分依然没有起色 一样一样 牛角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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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战术 给到湖顶 让阿迪丽拿球 这边 好的拆进来 造成犯规 打球战术 现在在防守端 三分围队有一点难受 云开喊小鱼 下个回合叫阿迪丽去打23 下个回合叫阿迪丽打23 打球 让周伟豪换一下 周伟豪 不用换了 不用换了 卢伊桑站上罚交线 卢伊桑 两次罚球 第一次没有命中 看看第二次罚球 看看第二次罚球 看球里的 这球是谁 自己知道 这球头短了 很聪明 马上把球权 也就是篮板拿到 再为本队获得一次进攻的机会 这四秒进攻时间 现在已经流失了一半分到底线 转一球 非常漂亮 十号冯洞扬 两秒的时间 等一下 Eurostate欧洲部 来自十号冯洞扬 12比4 同志战队 即使王教练不在场 在第一节打得风生水起 12比4 领先8分 三分位队的手感 进攻手感在哪儿呢 要赶紧开张了 紫辰 找到嘉一哥 黄嘉一 华达的神奇射手 这一项投篮偏出 反规 反规 那个谁 那个 谢婉达 你换一下子龙 换一下 然后你打2号位 张紫辰 你打1号位 第一节还剩下2分19秒 两边比分 12比4 同志战队 领先三分位 8分 多两 多两 路易桑在 右侧无顶外接球 这下给到 约达深看看 这一次 但是身后的 张建良抢到老板 勾手打净 漂亮 好 漂亮 内戒魔术 张建良假如说 王企张男转身 勾手打净2分 帅 帅 14比4 这次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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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后面 第二头 已经领先到了10分 在文慧这边 要适应速地打开感觉 看看张紫辰 这一下 紫辰 紫辰 底线突破 2分收下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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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比6 牛角 偷 牛角 偷 牛角 偷 0号 阿迪利 左侧 这边还是要打一个牛角 看看阿迪利 两次的掩护之后 直接拔 3分拔一个 这下短了 自己收到拉板球 看看再分享 但是球传给了观众 现在14比6 第一截 达到现在还有一分20秒时间 10 一键采盘名上 有防守的动作出现 10号冯洞扬犯规 那由于团队犯规 彭夏产队已经犯满了 所以这一次的防守犯规 直接送对方球员王嘉一 上罚球线 两次罚球 来 掌声鼓励一下 王嘉一 嘉一哥 阿迪利 阿迪利 打个1 阿迪利 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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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比7 同学战还是领先7分 阿迪利 给到刘东 刘东 给球之后 这边看看左侧上来 红薄 这边看看 刘东 刘东 ני unexpected 2 打2 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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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车 among par 张子晨把球断回来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两次罚球 今天三分卫队在第一节的手感 确实有点迷失 他们有非常多的投篮机会 但是就是没有投进 一样两发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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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射闪队继续做换人调整 3 第一节最后40秒 9号红博 给到内线魔兽 12号张电良在三分外的持球 面对张南 这下自己往里抹一点 再交手利手 顺着做一个掩护 身后的防守队员 谢皇达有一个犯规 刘红博两次罚球 现在14比8 红射闪领先6分 来掌声鼓励一下 红博 今天第一节两边的罚球的感觉 都有点奇怪 也是一样两发一中 走二 让广达走二 追猛陈军战从第一秒开始 就非常的紧张 亢奋 所以难免会影响人家手感 这边应该是三分为一 最后在第一节的进攻机会 还剩14秒 张子晨在外界控球 找到自己队友 看看谢广达 谢广达 谢广达是一个有三分射程的球员 这一次做一个犹豫步之后 后仰这两分没有打中 最后4秒 3秒 2 1 出手 5 没有投中 好 第一节比赛15比8 同战战领先7分 第一节朋友不在 我觉得他们算是完球的任务 其实第一节领先的也不少 他们也很敢投 然后也很敢打 虽然可能战术没有 没有王志导在现场的时候的 执行力那么强 但是我觉得他们通过很多的个人能力 和对于篮下的这个进攻 我觉得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分 现在也让我们再次拿出我们的掌声来 有请我们的黄世鹏教练 回归自己的队伍 恢复执教权力 那个小鱼 刘东 周伟豪 电梁 然后那个刘东孙鹏 你们五个还是五个党 这个孙鹏打23 回来之后掩护都换人 你自己防自己人其他人都换人 为什么老爷爷拿手去抱人家 我以为当时范围没动 都说了王嘉一打掩护就换人 你还拿手去抱人家干嘛去 好吧 那个你们几个还继续打 算是比较满意吧 关键是防守 我觉得防得好 这个确实能给对手很大的这种压力 尤其是对手打那几个战术 我们都能够非常好的去破解 这个是其实我们在开局阶段领先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点 落后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 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地做好准备 还好就是我们只是在个位数的这个比分 大家还没有乱 还是能够就是说尽快地能够去稳住 是吧 能够把这个比分去咬住 他现在的防守抢得很大 我们要增加突破了 就不要拿着球站在那摆摆摆 大家逼得很大 是吧 你们要选择就突破 我们第一节其实盯人防得并不是很好 一个是篮板球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我们的反击没有打起来 我们有拿到篮板 但是我们的反击没有打起来 还有这个什么 我们在进攻的时候 你们接球 就是没有做好准备 他会扩得那么大 他会拽啊爆啊 所以你们在接球之前要做好准备 摆脱压人 是吧 这样我们的战术才能够延续下去 好不好大家做好的准备 第二节 第二节我看冰人如果就是说效果不好 我们要换联防 好好不好我们换联防 来加油 来来来加油加油加油 来来来 放动 放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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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